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乾隆的这种碗的配料一定是口部比较薄 逐渐往下加厚 就感觉到它很稳重 你这个上下一般薄厚 应该属于成坯的机器做的碗的造型 再一个你这个月也用了法郎料 但这个法郎料和乾隆时期的法郎料有很多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料还是很多现代能够提炼出的一些新的材料在里面 所以这两点看来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潜荣的 应该也算是一个高房型吧 谢谢 谢谢